欢迎回来继续Focus周末看片 有的时候人在逆境里 只需要有人愿意伸出援手 拉一把 或许就会整个命运改变 今天看的是法国电影 给我一个机会 甚至说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出身贫困 让她没有机会 她一直不对人生坏任何梦想 她因缘际会遇到了一名法官 两个人个性互补 逐渐产生出像妇女一样的契合感情 也引导这个女孩子对于人生有新的期许 迎接粉红泡泡的早晨 25岁的法国女子玛丽莲 在工作的咖啡厅 邂逅帅哥亚历山大 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言谈间得知男友将来想当导演 玛丽莲原本不以为意 两人开始讨论同居生活 但很快的就成为他们摩擦的导火线 原来男友是个超级电影控 开口闭口都是某部片的台词 某个导演的名作 玛丽莲原突然发现自己和男友 都是活在两个世界的人 而亚历山大也开始疏离 这天男友一行人突然来到咖啡厅消费 让玛丽莲顿时手足无措 原本就心服气躁的玛丽莲 和客人起了口角 被咖啡厅老板当场开除 当晚她找到男友住处 打算问个清楚 对方却提出暂时分开的要求 原因是两人没有共通点 这理由让玛丽莲完全无法接受 本想来个肉身飞铺 却不慎让男友当场撞上汽车引擎盖 这时巡逻远警赶到 将玛丽莲以攻击现行犯逮捕 在拘留锁过了一夜 隔天走上临时法庭 发现亭长竟然是咖啡馆的常客 也就是被玛丽莲不小心 泼了一身咖啡的人 处服是法国民导 这番自白让法官了解到 她只是因为兴趣不同 就被分手 加上玛丽莲的身世被掀开 原来母亲在她12岁时 因为忧郁症轻生 父亲在码头工作 遇上意外截肢 也罹患忧郁症 靠玛丽莲独自撑起这个家 最后法官轻判 但玛丽莲六个月缓行 期间不得与前男友接触 但得赔偿受伤女警1500欧元 约合台币五万一千元的医药费 她才刚丢了工作上哪找钱 情急之下跑到咖啡厅外 向法官求助 一小时后玛丽莲准时报道 破旧的小车 还有玛丽莲的粉色头发 超级短裙 都让法官为之摇头 但她看出玛丽莲是个单纯的孩子 决定出手帮忙 让玛丽莲当她的司机 奇妙的缘分就此展开 电影给我个机会 讲述一名年轻女孩 在人生低谷中的转折 没有麻雀变凤凰般的梦幻 而是一步一脚印 靠自己扭转命运的故事 由坎城影帝米歇尔布朗 饰演的甜面法官 私底下有着柔软的一面 我看到这四十年 是他能够制作 一斤的亡灵 法官认为这份工作 看尽人间丑态 但玛丽莲却看到 她乐于助人的一面 她也让法官了解 穷人和富人 与成功之间的距离 天差地别 两人个性互补 当法官和女友吵架 玛丽莲当起恋爱顾问 帮助两人修复感情 法官则拿出 珍藏许久的处服 经典电影DVD 让玛丽莲有机会了解 前男友当初嫌弃的不足 法官就像人生导师 引导她走出人生低谷 别再顾不自封 或是迎合别人 而是勇于活出自我 只要愿意踏出这一步 永远都不嫌晚 TVBN新闻综合报道